由于高血压的发病率非常高,现在它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慢性病了,甚至是家喻户晓了。 而大家知道关于高血压越多的理念,就是患了高血压之后就不要吃盐了,这样才可以刚好地控制病情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高血压患者到底要不要吃盐?盐在一定意义上面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,但并不是说只有食用了大量的盐之后才会患上高血压。 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,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,即使是高血压这种常见的慢性病也是一样,食盐只是需要我们控制的一方面,尤其是对于我国是食盐大国的人们来说,盐需要严格控制的,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去食用盐了。 如果你在做饭菜的时候不放盐,你也会放入其他的一些调味品,让菜肴的味道适合自己的口味。 这些调味品虽然本质是不是食盐,可大家不要忘了,里面却含有大量的钠成分,它是食盐里面最多的成分。 这样做也等于食用了不少的盐。 另外,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是,夏天因为天气热的原因,体内会随着汗液流失一部分辣,让你出现头晕等不适的反应。 所以,完全不食盐是一种错误的做法,学会控制食盐的量,以及掌握好控盐的办法才是最好的。 需要改变饮食习惯的只是高血压成员。 一个家庭之中,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患有高血压,除了有遗传的原因,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都是在后天的因素,才患上这种慢性病。 但好在的是,通过日常合理的饮食习惯,就可以稳定好体内的血压水平。 这个时候,有的家庭就觉得这只是个人的事情,跟其他家里的成员没有关系。 但实际上,不管是患了什么样的疾病,都需要家人的鼓励与支持。 尤其是在饮食上面,要陪同患者一起改善饮食。 这样在全家人都这样执行的环境之下,患者的病情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好转。 与自己与家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,身体健康就没问题。 在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当中,都不能够做到天天测量自己的血压,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,说明血压就不会高。 事实上,即使是不是高血压的患者,在最开始的时候,身体的表现也不是很明显。 也就是说,在临床上患高血压的人群之中,也只有一半左右的人群是知道自己患高血压的。 因此,这就需要高血压患者每天监测自己的血压,不要让他这种沉默的杀手,更加严重地损害我们的血管、心脏等,甚至是威胁到寿命。 各位朋友,你身边或者是自己有高血压疾病吗?会注意以下这三个方面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筹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筹